台北市長郝龍斌昨天宣布兩位副市長的空缺 分別由產業發展局局長陳雄文 以及前秘書長楊錫安接任 由於楊錫安在新升高弊案當中被降為季牽 一度是貪污案的被告 遭到檢調搜索約談 民進黨市認為認為說 這項人事任命是郝龍斌的政治平反 另一方面國民黨市議員則說 目前三位副市長全都是工程背景 過於重視工程 在文化教育領域顯得不足 台北市副市長邱文翔借到齊滿 回陽明大學擔任醫學院院長 台北市長郝龍斌28號宣布 由陳曼花博的產業發展局局長陳雄文接任 而另一位副市長空缺 則由新升高弊案中被降為季牽的前秘書長楊錫安接任 但民進黨市議員認為楊錫安根本不適任 這只是郝龍斌的政治平反 要用副市長來替楊錫安討公道跟清白 我覺得這個是未免本末導致 楊錫安捲入新升高弊案一度被列為貪汙案被告 當時重創台北市形象 國民黨市議員認為司法已經還給楊錫安一個清白 但三位副市長中全都是工程背景 在文化教育上顯得不足 對市政這麼多元化 如果都是工程背景 我們講的文化教育 這些部分就變成沒有副市長是專長在這方面 反而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面對外界批評聲浪 好龍斌還是力挺部署 楊錫安副市長他其實在整個新升高的紛紛擾中間受了非常多的委屈 可是我今天用人最主要 我們不是選一個明星團隊 最重要這些人說不定他的知名度並不強 可是絕對是能做事肯做事勇於認識的一些公務員 洪斌強調不管是楊錫安還是陳雄文 在市政上都有顯著的績效才會拔著他們 雖然楊錫安在司法上以及監察院的調查中已經過關 但是否有相關行政責任該負責 也因為這次楊錫安接任副市長再度引爆爭議 記者林姓張國良台北報導 所有下游廠商